1947年这部沐浴子 我看了很多遍 前几天再次观看的时候 八线里面扮演周期的这位老演员 在其他老电影中也经常见到 好奇些使我对他产生了兴趣 经过两天一夜的查找 终于找到一些老先生的信息 今天我们视频就来说说他吧 张智芝 190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中学毕业后就进入话剧社大杂 1921年第一次登台 出演话剧风流独军 1926年加入天翼影片公司 童年就在蝴蝶主演的珍珠塔中 扮演邱六桥 这是张智芝第一次登上大荧幕 期间在天翼公司共拍摄了 如《十叶大王》 《心痛》等15部电影 1931年先后在莲华和新华两家电影公司 任特约演员 1932年出演孙玉指导的野玫瑰 1934年与阮玲合作出演电影神女 1935年出演经验领先的大陆 饰演张大 童年在蔡主声指导的迷途的羔羊中 扮演保镖 1936年再次与经验合作电影 《壮志玲云》扮演张胖 这也是张智芝参演的首部有声电影 1938年出演刘琼 王仁美主演的李恒田 1939年出演孤兰军主演的武则天 扮演武城寺 1940年参演陈云长主演的木兰从军 1941年出演电影家 1942年出演杨小忠指导的春 真是笑话 来了几个月 连我们吃东西的口味都不知道 现在做媳妇的 哪里还酷到公婆的口味呢 1943年出演孤业鲁 周璇主演的《瑜伽女》扮演陈静芭 放你的狗屁 谁要你的利息 我们老爷要把放出去的钱都收回来买货 过一天一天的涨 你还值了一天 说不定货涨一倍 这个损失谁付 童言在李香兰 陈云长主演的《万事流芳》 扮演老张 之后加入中店二城 1947年出演白杨领衔的《还乡日记》 誓言老董 别提了 就接收了两个饭馆子 三辆旧卡车来玩乐 大概你还没有吃饭吧 来来来来 关照厨房预备去洋菜 我跟洪大哥喝几杯 在李平倩指导的沐浴子中 试验周期 阿林小子 你的话就唱得好极了 上次好 生人好 足复好 中华一句好多节 我是出牌 出牌是英雄 今天英雄都要落下一类了 恭喜你啊 我们来喝一杯 那就来 参演汤晓丹 居导的天堂春梦 那是我弄忙的 听说 这个鸡的酒来 怎么还不知道呀 我到这个能够年纪啊 怎么能让他够 十四克没人 十四克没人 这鸡的酒啊 不大道理啊 就是交贵酒 搞的一道 咔咽橘子 咔咽糖 这种高级年色 啥吃着 1948年与韩非合作电影 《悬崖勒马》 扮演巡警 1949年参演 郑军里执导的乌鸦鱼 骂雀 饰演流氓 看妈的 叫你搬家 你不搬 一定要老子动手 是吧 看妈的 老不死的 大爷 兄弟刚去 我好吗 必行萧 萧老板 人称萧广播 救助千课堂 好 你再萧老板出来讲 话一句 咱们走 再会再会 对不起 建国后 张志志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6年 出演七亨主演的 《球翁与仙记》 扮演七部 童年出演儿童片《小伙伴》 片中扮演汉奸李天逵 1957年出演 钟书皇主演的 《乘风破浪》 《诗言老孔》 出演孙道林主演的《不夜城》 1958年出演 林芝浩主演的 苗家儿女 扮演养老爹 让我看看 像不像苗家人呢 啊 十周的苗家后胜 十周啊 你妈妈当了知书 你呢 又当了个英雄 春梁啊 又当了个奖集 童年在电影《热量奔腾》中 饰演刘万经 1959年 参演众星 或领衔的《今天我休息》 客传锤士渊 1965年出演的最后一部电影 是谢方主演的舞台姐妹 张志志从上世纪 二十年代末开始 一直是配角演员 而且多是出演反派 从一四十余年 出演影片多达一百五十多部 尤其是从二十年代直至解放初期 很多电影都已找不到影像 如《好好先生》 《无仇君子》 《旭孤都春梦》等等 太多了 实属可惜 而且这期视频在制作期间 也让我自己更多的了解了这位老演员 张志志于1970年十月事实 享年69岁 关注我 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